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6月7日,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網向編輯部,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 歡迎在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將一個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好了,之前幾天我們都提過,上海復旦大學將會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建一所分校,可以培育6000個學生,請500個講師 絕對是一件好事 但是很可惜,他們的總統和布達佩斯的市長,雙方政見不同 是很不同,不是一般不同,是很不同 是很不同,一個是左派 這個匈牙利的總理奧爾班,就已經執掌了 由2010年執掌到現在了,差不多12年 雙方是批掌得很厲害,這個布達佩斯市長甚至說 既然你在上海為中國做分校,我就圍著他 將他的路改成達賴喇麻路、維吾爾人路等 那些香港從江路都敢死講的,故意擊你 當然中國對這些事,是甚麼 簡直是當他是傻傻傻傻的,不是怎麼理他 但是... 小學雞,我只說三個叫小學雞 非常小學雞 但是當然這些不過前菜 在昨天,當時時間昨天 就在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那裡 就有民眾上街示威 就說你政府為何要被上海的復誕在那裡? 你這麽是賣國,怎麽怎麽怎麽在這裏坐 幾個不同的說法有多少人 這個美聯社估計有一萬人 當然立場新聞就說有一萬人 但是很奇怪,其他那些呢 報紙那些就說幾千人而已 無論怎樣也好 一萬也好,幾千也好 我就信是幾千的,一萬就沒有的 那麽示威的發起人就在Facebook那裡說 現在這個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 簡稱青民盟 大規模出賣我們匈牙利學生的住房民未來 為的就是將中國的精英引入匈牙利 那有一些22歲的示威者就說 誰知這樣應該來改善我們的大學 不是興建一中國大學,不要復旦 要西方,不要東方,半國 那不停地在這裏 那匈牙利的科技創新部長就說 沒有意思,這些這樣的示威 這個不過是大家簽個備忘錄規劃 下半年才會做決定 我們簽那個協議是四月簽 我是同意給他起 那個選址又沒講,什麼差都沒講 其實開這間大學是沒問題的 但是當然我們說過 一旦政治化就小事化大事 搞出來的 而且他們也找一些報導傳媒機構就說 這間分校 成15億歐元 等於我們全年的開支 如何如何 中國的國家發展銀行借了13億出來的貸款 就是這樣說到這個首相 或者叫總理奧爾班 就是說你搞這麼多東西 賣國如何如何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說中國復旦大學就不好 怎樣怎樣在這裏坐呢 目標錯的不是中國 首先 而是錯了一件事 下年是大選年 2022年是大選年 我們講過這個奧爾班 已經由2010年執長到現在 我們講一講他的背景 大家會明白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這位奧爾班先生 他是1963年出生 那時候仍然是蘇聯年代 到1988年那時候 他就創立了一個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 純粹在一個左翼的世界裏面 他是純粹講右翼的 講民粹的 右翼團體 清全 那麼在1989年那時候呢 中國發生事之後 歐洲慢慢慢慢吹到歐洲 匈牙利是做了一個暗中的推手 令到東德的人能夠逃出西特 那麼這個奧爾班也都是 大家聽到他的原底 是一個右翼政府 即是他的思想是右翼的 所以呢他也是抗拒 即是他也是 不喜歡東德那些這樣的 左翼思想的人 這個是他天生的 那麼到1990年 他就成為匈牙利的國會議員 1993年他就成為這個 清文盟 即是現在的執政黨的總裁 就走這個中間偏右路線 繼而呢 就在政府有做過很多位的 包括這個歐洲事務委員會 是1994年做到1998年 他的政綱 他的大體政策呢 就是會集齊所有保守右翼勢力 團結了他們 可以說是一個強人 由1998年開始 他35歲 當時他成為一個總理 憑著42%的得票率 一直做到2000年一屆 他就變成一個反對黨首領 當時他是3536歲 那麼現在就60幾歲了 所以你不可以不服他 他是多厲害的人 而他在第一次 這個第一次做總領事的時候呢 他就改了他們的所謂國民議會 就每三個星期才開一次會 而當時他也跟那些左翼反對派 全部抹著臉的 那麼四個月 我們曾經試過十個月 不上議會給你質詢 即是一個很強硬的人 而且他對於那些所謂傳媒是不信任的 他在那四年之間呢 他是搞經濟是搞有一手 包括右翼第一件事 就是減複 減稅 但是同時間減複利 取消了大學學費 但是你生兒子就給你複利 削減赤字 和削減通脹 都有一個成效 至於在外 至於在一個對外政策 很簡單 當時就是 蘇聯沒有了在 所以他 俄羅斯說你不要走啦你 你不要走啊 他說彩利友美加入了北約 加入了歐盟 而對國內的少數民族呢 竟然就給了他一個 一些權力 給優待國內的少數民族 所謂的少數民族就是 這個叫做 附近捷克 黑羅地亞這些地方 這些國家的民族全部 給一些優待 他說你即使不是我們的人 不是我們匈牙利人 但是 你們黑羅地亞 在我們這裡住 我給他地位權力你啦 這樣 所以就好得 這個 人心 其實 之後呢 他在2002年到2010年 就做反對派 做了8年反對派之後 2010年就回來 並且 是獲得三分之二的席位 獨教的傳統價值觀 其中一件事 他是很被人罵的 就是他左翼自由派 罵到他飛起 就是他竟然去打互聯網的稅 Internet交稅 他算是第一批做這些人 就引起到那些人大抗議 好像壞了 這其實是貴貴 全世界都靠互聯網去 就是 令到自己生活便利呀 或者是 經濟上可以 用電商呀 就是發展電商這些東西 他居然還打水 是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 麥克龍都是這樣做的 嗯 因為他認為 沒事的 你用我 我弄這些設施出來 你在這裡賺錢 你當然要交稅了 這個是他的想法 互聯網要打稅 結果呢 是搞到2014年 又有很多學生時會 是相差的 而他也都去改進的稅法 整一個統一稅 統一一個稅項 就是16% 將匈牙利 是跟歐盟的稅法切割 就是其實如果這樣看 他基本上這個人是 高舉匈牙利的民族主義 而不相信歐盟 討厭歐盟的那種 你們什麼都要管治的那種方法 即是他的心底裡想的東西 是跟英國積勾是一樣的 英國是 最妙的呢 他就反對北溪二號 你蘇聯搞什麼北溪二號呢 為什麼你不弄一條 因為當時蘇聯呢 不是蘇聯是俄羅斯 那條天然氣管呢 申起有兩條路 一條是北溪二號 一條他提議的呢 就是通過巴爾幹半島進入的 那他當然是贊成巴爾幹半島 就是經過土耳其 巴爾幹半島那些東西去進入的 結果輸了 所以他就貓貓聲 如果不是那條書器管 可能會經過他 這個匈牙利 那他當然乖乖吵 直到2017年呢 他又跟烏克蘭翻臉 為什麼呢 因為烏克蘭裡面 其實都住了一些 匈牙利的少數民族 他就說你烏克蘭你做什麼 改了你的教育制度 高舉烏克蘭話是唯一的官方語言 忽視我們匈牙利人 這樣說 然後他就去親土耳其 2018年他高舉我們跟土耳其是朋友 繼而2019年 就親這個一帶一路 2020年就用這個緊急法 去對付19病毒 掌揚很多權力 而另一件事最重要的 令到他能夠長期掌權的 就是2015年那時候 大家都記得 默克 這個ISIS他們 很強 很多敘利亞難民湧了去東歐 他是第一個說我封關 不讓他們進來 而這件事是令到 匈牙利人帕蘭首長 他是完全不相信德國法國主導的歐盟 亦都痛恨左翼 他由2010年那時候 他成功選到 到他2014年那時候 第二次重選 他是199席裏面 拿到133席 所以一直以來他都是 很受人民擁大 當然有很多左翼自由派的人 是指著他的頭來罵的 就說你這個人 獨裁 威權政府如何如何 如果正確地這樣說呢 你看看他 他自己曾經公開演說 就是大賺幾個人 你已經知道他在想什麼 第一他是大賺新加坡 大賺中國 大賺普京 大賺貝爾索納羅 你已經知道他是在想什麼 就是連巴西那件事他都可以大賺 但是有另一件事呢 他就是跟這個 立坦也胡 以色列的 不是應該說 內塔尼亞胡 內塔尼亞胡 是非常非常之 朋友 兩個東西是 清輕到底 可以知道其實他 他基本上是 東歐右派的中堅 他相信的政策就是 匈牙利人 必須要自給自足 國家的主權 高於一切 家庭的傳統價值 一定要想辦法創造就業 在文化上的傳承 我們要保存匈牙利的傳承 這一套東西 其實就是 好像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裡面有一種 Donald Trump是一種無能的人 因為他沒有經驗 但是這位老哥其實很有經驗 所以非常鐵碗 他對於你說 我引進中國的復旦大學 其實是好的 因為總好 因為他在復旦大學來之前 索羅斯曾經在 佛泰佩斯 建了一間索羅斯大學 中歐大學 正確的名字是叫的 給他一腳篩走了 而為什麼要篩走他呢 索羅斯純粹說 我們應該要多些移民 撐移民 那套自由派思想 上司深入去那裡 他採理又未一腳篩走來 所以索羅斯也是指著他們的頭來 其實這一次 這幫大學生聚在一起 高舉說反中國 與其說反中國 中國跟他有什麼仇呢 純粹是說看 說話一點 天天看著什麼 歐洲的報紙 在中國壞人 中國共產主義 為什麼你要親中選主義 共產主義是我們的仇人 這些事倒不如是說 借勢攻擊這個總統 這個總理 奧爾巴 其實他們不喜歡這個總理而已 說句老實話就是 是 以這個總理所做的事 其實他是走著中國 就是不要說走著中國那一套 走著一套 近乎普京那一套新的保守主義 我們已經說了他是 他是掌託人 就是中歐保守主義的掌託人 而且他也管得很好 那麼他明白 如果我是人 只要有得用的我就用你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意識形態 肥佩奧也提得起他 但是為什麼現在 那些人在罵他呢 就是因為 在6月4號那時 有一個德國的外交官 外交部秘書 在Twitter 白傑那裡罵 匈牙利 再次阻礙我們歐盟 就香港問題發表聲明 三個禮拜前 就不讓我們在中東那裡 罵這個意識 因為匈牙利和 內塔尼亞湖好朋友 幾個禮拜之前 又是這樣 你現在算怎麼樣 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我們歐盟完全不能夠發揮作用 我們需要的就是 要進行認真的辯論 和合格的多數投票 而是你 匈牙利就整天阻礙了 這樣說 匈牙利在4月那時 就阻礙了 這個歐盟發表聲明 這個聲明就有關於中國 在香港的國安法問題 然後他也都不讓 這個歐洲通過和一些 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國家 達成一些新的浮游協定 是不讓的 亦都是不讓 歐盟呼籲以色列巴斯坦 停火 總之什麼都不讓 什麼都不行 就是這樣頂住你 而這位奧爾班 其實他一直都是促進一件事 歐盟性別平等 關我差事 你不要把你那一套東西壓在那裏 而這件事就是令到 其實 現在他國內的自由派 可能想乘機 看看可不可以滲出一支學運 想一想就知道 類似2019年所發生的事 其實2019年之前 香港的反對派做過很多事情 留意一下 譬如說 什麼一地兩檢 起這個清馬 起這個廣珠澳大橋的事 一地兩檢 他們就說到 一地兩檢 嘩 又會這樣這樣 嘗試煽動 然後曾經煽動這個西九龍站 陳淑莊那些情況 有消失的密室 拐你的人走 那些人當你發電 說的東西越來越大 直到去反逃犯修正條例 當時的反對派 即不要說反對派 是那些網台 某種黃人網台說 嘩這一次有著03年那種犧牲 他們其實是想不斷煽動 而這一次所做的事 都是不斷煽動 但是其實西方人是怎麼想呢 他們其實 當然他們是不妥 不妥這個奧爾班 他們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一篇 這一篇文章是他們 幾個月前 一兩個月前寫的 是批評 這個奧爾班 阻撓了歐盟 是美國寫的 我們應該擔心 德國在這個標準勞工方面等等 即是促成了歐盟和中國之間的投資協定 只是令到德國工業的人 德國的工業感到高興 但是對於其他歐洲之外的地緣政治的人 不是那麼好的 這樣說 即是說美國 我們現在 我們未來一定會牽涉到世界上最重要的衝突 我們的自由民主方式 不是威權主義之間 就是因為德國對於這個匈牙利放生它 讓它亂來 令到我們處於下風 類似是這樣說的 但是德國根本上對於匈牙利那種制度 就是當匈牙利是一隻煤礦裡面的金絲鳥 即是它嗨兩聲看看到時候怎麼做 而為什麼德國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默克爾是會放生匈牙利不去敲打匈牙利呢 作為一個歐盟的成員 這個默克爾每當有人跟他說 匈牙利那樣搞法 整天都很擔心 他的回覆就是說 匈牙利不重要的 所以大家放心 匈牙利不是我們歐盟的核心 是一個不重要的國家 但是大家看看 匈牙利又在民主倒退 如果不去搞一下它 它會牽連到整個歐洲民主倒退的 這樣說 這個是美國的看法 而他們也說為什麼 默克爾會這樣放生匈牙利呢 最重要的是匈牙利 是有很多德國的汽車工業在裡面投資 工人等等 而奧爾班的總理也都明白 德國的汽車工業那幫人 在德國的政治影響力是有多大 而且奧爾班的管理風格是很適合他們的 因為奧爾班是壓制了左翼的工人運動 所以 而且現在整個大局來講 奧爾班是覺得 我如果親你歐盟 我會給你歐盟吞平 我們匈牙利不得自主 反而我 普京和我理念相近 中國又那麼遠 我親他們會好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一年前 我們美國人索羅斯開的中歐大學給他趕早了 這樣是不行的 然後他就說如果再不這樣做太遲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德國對匈牙利民主問題的看法 這個就是當大約幾個月前 德國和這個 這個歐盟想對付中國的時候 被匈牙利踢完美國人所寫的一篇文章 可以知道其實現在整條線是怎樣呢 左翼的人想趁機這一次搞一場學運 但是我不相信搞得動匈牙利這位老總 這位老總當權了十幾二十年 經過蘇聯崩解 然後坐在那裡坐了那麼久 怎麼會被你動搖到 而且他走那條路線很簡單 他是親工人階級 他用那套是很傳統的工人和農民 那套民粹主義 他給出來就說大家相信我 我是一定會保護大家 保護匈牙利的傳統 不會給那些這樣的左翼勢力 就是又說自由主義 說一些高舉某些人權而亂搞壞 單單看看接收難民這件事 匈牙利人發爛手掌 已經知道怎樣了 但是到底會不會後退呢 他其實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我就相信他說撥一塊地 你看看你搞得有多大 如果搞得太大的 就說給你二塊地 而且說我問中國借多少錢 這些全部的部長報 我不回應 你吹得我仗嗎 他正如剛才我們說的那位部長說 是說協定而已嘛 協議而已而已 都沒有落實 落實 那些細節都沒有落實 他們吹而已嘛 你們吹到有這麼大 只有這麼大 到時候我落實那個 是差一點的 就說你這幫人說謊話 不要再信他搞定 但是我相信是會有波折的 可能不會講到有這麼 可能一間復旦大學的規模 分分鐘沒有他們遇上中國 就是沒有說現在傳說中那麼大 都還沒頂 因為他怎麼都會讓步 這個人是很聰明的嘛 人老聰明 鬼老聰明 而且萬一奧爾班 表面上是對付匈牙利 實際上另一個對付的佈局是德國 是啊 其實說回匈牙利 很多人在說德文 因為之前奧空底 本來是一個國家 你知道 奧地利也是在說德文的 所以其實匈牙利 現在仍然是很多人在說德文的 所以 他會藉由匈牙利 又會去搞 後默克爾時代 所有是盤根挫折 一切 不過中國應該沒什麼的 那好吧 我們都講到差不多了 回來我們再會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